歡迎各位來到夢想街57號 全能事務所心機發表會的現場 今天我們非常隆重的邀請到了 舉世文迷的史提芬 史提博高超 歡迎高超 另外特別歡迎的是歐普拉 歡迎歐普拉 好 來 明寬 好 特別歡迎的是西傅 另外還有鍾博 我們可以看到蘋果在昨天進行了新品的發表會 那麼在這發表會當中 到底大家看到了什麼樣的未來的新趨勢 那麼除了蘋果發表新品之外的話 華為也隆重的來高調的 怎麼樣 慶祝蘋果 那華為為什麼要慶祝蘋果 他怎麼講 說謝謝蘋果幫我們做了發表會現場的暖產活動 所以在這邊要特別感謝的就是庫克了 好 這個華為在明天也將進行新品的發表 所舉行的一個地點是位在法國巴黎的會議中心 那麼法國巴黎現在進行的還有一場重頭戲 就是這個習近平的一個歐洲參訪的行程 這個習近平以及華為會不會出現一個聯合造勢呢 現在成為市場矚目的一個焦點 那我們可以特別看到除了這個習近平 在這個法國進行這個訪問之外 另外呢 習近平其實在這次的歐洲的一個行程當中呢 也簽下了非常多的一個合約 甚至呢跟空巴買了300輛的一個飛機 這個貿易總額呢高達了400億歐元 那麼但是呢3月26號呢 華為的P30呢在法里巴黎中心 會議中心要來發表 那麼這個P30 Pro以及P30呢這兩隻新機的話呢 未來會展現什麼樣的樣子的話呢 明天馬上就會見分曉 但是你可以看得出來 華為這次來勢洶洶 面對的呢則是勁敵 就是蘋果 那蘋果在這一次的一個新品發表會當中的話呢 其實呢不是只是這個硬體的展現而已 另外呢在軟體的展現方面的話呢 其實祭出了非常多眾所矚目的一個焦點 那麼其中呢眾所矚目的焦點呢 就是我們特別剛剛看到的 就是包含了什麼 史蒂芬史玉博來站台了 包含了歐普拉雅來站台了 這一個呢是蘋果TV Plus 現在蘋果他的戰術已經非常非常清楚了 他現在如果說來到這個地方 再去跟華為比那種 十倍數的變焦 那種所謂的智慧化的一個拍攝 他知道他這個地方他不好贏 他真的不好贏 蘋果現在能夠贏的 純粹講蘋果手機 他能夠贏的是贏在說 他非常非常的穩健 他非常非常的好用 但是蘋果這次的一個亮劍 完全符合市場的一個預期 這一次蘋果一口氣 推出了四個新產品 第一個叫做Apple News Apple News的一個過程當中的話 他這一次有講一個重點喔 他就把這個所有大家心中的痛 都把它挖出來 他說你訂了我們家的新聞 你放心 你不會被廣告商追蹤 你不會每天你的手機 你的電腦 跳出一些亂七八糟的訊息來 對 這個是挖苦誰 挖苦Facebook 對 挖苦臉書 挖苦吉他的一些 所謂的一個社群軟體 然後他採月備至9.99美元 一個月大概台幣300塊 每天看新聞 所以你可以看到300多家的 一個雜誌內容 好 另外呢 還有一個Arcote 那這個的話是線上軟體對不對 線上軟體這個是 遊戲軟體 對 直指騰訊而來 騰訊他們在前幾年最輝煌的時候呢 他們有超過一半以上的 的這種講 賺的錢 我們要講賺的錢 是由遊戲來的 然後後來中國禁設立碼 怕小朋友禁事 所以那個騰訊股價跌到東倒西歪 現在蘋果他也直接一口氣殺進來 而且他殺進來的過程當中 他是怎樣呢 提供100款 請各位注意喔 全新 他是全新的獨家遊戲 他不跟別人一起走 他都是他們家的 然後 無廣告 免課金 不用說去買點數 買一些亂七八糟的 通通不用 獨享六人 承諾不會收集跟追蹤 個人的一個所謂的追蹤行為 而且他現在有說了 同時 這個是世界的跨局 先跟各位報告 手機能用 電腦能用 平板能用 你只要下載到整個 蘋果的一個整個軟體之後 用他們家的 通通都能用 一個遊戲 大家都可以玩 但是訂閱價格沒有公開 也就是說這個遊戲軟體 一樣要付費的 好 來 再過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還有一個非常的特別 他居然要推信用卡服務 好 這個信用卡服務呢 這個信用卡服務是跟高盛來合作 我記得我們都有那個 Apple Pay 對 那個iCar 對 對不對 我們台灣有很多是用iCar 那種所謂的支付 iPay 對不對 那為什麼他還推出了一個AppleCard 其實現在大家想要做的就是 未來在整個區塊鏈這一塊 其實蘋果這一塊 AppleCard這一塊 是往區塊鏈在走了 未來區塊鏈的一個時代 就是我可以去追蹤 你的一切的一個生活行為 然後去判讀出說 你需要多少錢 然後以後的銀行 就不需要實體的銀行 以後的銀行是虛體的銀行 這是在虛擬這一塊 可是他這次推出的一個 蘋果的一個信用卡的一個服務的話 我認為 目前第一個先跟各位報告 只能在美國 這個是只能在美國 但是他現在亮劍 其實最重要最重要的一個重點 是在AppleTV 為什麼在AppleTV呢 我們如果去談論到AppleTV的話 我先跟各位做一個 我不是說我去推薦AppleTV 我先跟各位報告 我個人身為一個用戶的一個 整個使用的一個感覺 我們家我看AppleTV 我也看Netflix 然後騰訊我沒有看 我有看愛奇... 我小朋友太太跟小孩 他們都有看愛奇藝的一個整個影劇 說句實在的話 現在在整個收視這一塊的話 看片這一塊真的非常非常方便 但是我們如果說純粹以畫質 跟整個舒服度來說的話 蘋果TV AppleTV是最好的 好來AppleTV的話 現在的AppleTV 你買的一個AppleTV 它是一個盒子 我先解釋給大家聽一下 它是一個盒子 那麼這個盒子的話 可以連接你的電視 不管你是要用Sony的電視 或者是三星的電視 或者是LG的電視 它都可以連接上去 那麼它所連接的是網路 所以你AppleTV呢 等於是說它是一個 小電腦的概念 那麼它可以直接做連線 所以你的手機上面 有任何的軟體 或者是說你要上這個YouTube 都可以藉由這個AppleTV 直接連上你的家裡面的一個電視 但是蘋果這一次所推出的 這個TV Plus 它要做的是什麼 做的是裡面的影音內容 蘋果本來都是在做硬體的 那麼它在做軟體的影音內容裡面的話 它是沒有做的 那所以呢 比如說像是敏寬跟我呢 其實都有買那個AppleTV 可是我們加入的是加入什麼 加入了Netflix 然後加入的是什麼 加入了愛奇藝 好Netflix跟愛奇藝的話 每個月其實都要付費的 我都要付費 我每次都要付費 我每次都要付300多塊錢 或者是200多塊錢 這些錢被誰賺走了 被這個Netflix 以及這個愛奇藝給賺走了 來我們來看一下 為什麼蘋果要加入 這個OTT的戰場 也就是影音的一個戰場裡面 影音戰場裡面是非常非常花錢的 先跟各位報告多花錢呢 我等一下一個一個 把財報跟各位報告 我每次看到那個數字我都嚇一跳 那個數字動輒 先跟各位報告 台幣都是千億起跳 動輒都是牌億千億起跳 我們先想 為什麼賠錢的市場 蘋果還要搶呢 背後是看到紅海當中的 整個所謂的紫寶石嗎 先跟各位報告這個什麼叫做 紅海跟南海當中的紫寶石 紅海是一邊 南海是一邊 這個是不同的市場 可是它中間有一條界線 這條界線剛好是紫色的 這條紫色的過程當中 能不能夠去撈出一些所謂的一個 新的想法 新的策略 新的市場來 而等一下我們會跟各位報告 這個非常非常重要 蘋果它現在能夠把持的是什麼 它能夠擁有的是什麼 而它能不能夠在這次亮劍成功 我們先來看Netflix Netflix我們台灣叫網飛 已經很多人看了 為什麼 因為它跟中華電信合作 然後它跟我們台灣的 已經合作了嗎 對 合作 然後也跟聯發合作的機上合 所以最近的一個部分的話 整個中華電信MOD的一個 流量的部分的話跟用戶 目前中華電信已經說明了 他們是全國最大的第四台業者 他們目前擁有超過200萬的一個用戶 可是我們來看 表面來看的話 數字很亮麗 總用戶人數1.39億元 我們算1.4億人 1億4千萬人 季度的總營收41.9億美金 折合成台幣的話超過1200億 2019年第一季營收預估是44.9億 預估的盈利是2.53億 這個都很漂亮對不對 很漂亮 你來看這裡面 其實很多苦說不出來 真的很多苦說不出來 我們來看它的自由現金流 我們來看自由現金流 從2018年的第四季開始 各位 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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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單來講 每個月都在流錢 它不是用戶有1.39億人嗎 而且 它每個月都 像我收我的話 每個月的話 標準是收330塊 那高級的話是390塊 跟各位講一下 基本標準跟高級的話 這個可能是兩個人用 我看一下這邊有沒有寫 它同時可以觀看是一個人用的 那標準像我的話是加入了330塊錢 就是同時間的話是有2台可以用 那另外高級的話可以用到4台 像我們家就用高級 家裡面4個人的話 4個人用4個站號 4個同時間的話 它可以在4個不同的地方 全部都來使用 好 那照道理講1.39億人 每個人都給它算標準330塊錢的話 不得了 算起來不得了 那為什麼自由現金流的話是酷的 那競選你猜錢花到哪邊去了 花到哪邊 我跟各位報告 因為Netflix他有自己出來解釋 他就說 因為他們過去兩三年的過程當中 他們知道自己的公司在大成長 他單單在2018年一年 單單全世界的會員 聽好 全世界的會員增加2900萬人 比台灣人口還多 一季就多了快800萬人 錢也收得非常非常多 可是他們說 他們在過去的三年的過程當中 因為他們積極的要讓自己的一個 所謂的自製的影片壯大 所以他們簽了很多的合約 簽了很多的一個合約的過程當中 因為陸陸續續簽合約 你拍片要簽錢給人家 讓他去準備 那拍好了你要錢給人家 把整個產權買斷 所以他們在過去幾年 他們一直在做這件事情 但是Netflix他們有說了 他們這次在整個所謂的財報當中 他們談得很清楚 他們說 現在他們發現真的是資金有點累 所以他們現在會慢慢的去縮減 他們說在2019年到2020年 他這個狀況他會變得比較好轉 先跟各位報告 Netflix因為拍了很多的片 讓他的整個壓力非常非常的重 他們目前在做更改 可是只有Netflix這樣子嗎 我們再來看 騰訊大家都曉得 香港跟中國最大的股王 市值也最大對不對 我們去看 他目前來看的話 為了整個自製節目 他的毛利從47%掉到41% 他的盈利從1700 他的盈利只剩下172.88億 各位這是人民幣 年減33% 最重要是純利 過去騰訊是怎麼做怎麼賺 38.7%直接掉到20%掉五成 重點在哪邊 他們這次就第一戰犯 如意賺 大家都有看 大家都有看 騰訊單單如意賺 花了8.1億人民幣 折合台幣 他是買下獨家的播出權 這個還不是自製影片 這個是買下的 然後我們再來看 去看到這個 看到這個超恐怖 先跟各位報告 騰訊一年單單去做整個買內容 買container 花了646.77億的人民幣 折合台幣3000億 單單騰訊一年買節目 買內容 買3000億 這當中投資超過700家的公司 這700家的公司裡面有超過100家 是市值超過10億美金的 好 你看為什麼他們要這麼做的原因 其實講到的是一個態度 蘋果在硬體上面 你如果要跟其他的手機廠商 來拚態度以及它的黏著度的話 未來很有可能被取代掉 但是我如果藉由蘋果 增加了用戶的一個黏著度 也就是說 我非要用你的手機不可的時候 那麼這一支手機 它的價值性它就會提升了 那我們一直在講說 蘋果的手機很貴 那麼他們去上一次的一個 XS的話 中博應該知道 XS賣得不好對不對 很多的蘋果股 其實全部都掛掉了 那為什麼會掛掉 因為他們認為說 我用了一個手機5萬多塊 那跟用1萬多塊的手機 差別到底差在哪邊 可是現在蘋果提供給你 不只是你報紙能夠看 影音能夠看 玩遊戲也能夠看 音樂也能夠聽 那麼它的一個價值性 它的一個價值性 它是不是就出來了 讓他的粉絲滿意 果粉要滿意 這讓我想到最近 LeBron James 去年他加入胡人隊 對不對 好 大家都在看 他其實能夠把胡人 也帶像當初騎士一樣 能夠得到冠軍 結果季後賽都打不進去 可是呢 很多人現在在罵 LeBron James 詹黃 說你是不是 就是來到西區之後 就亂亂打 可是我跟各位講 他的副件事 現在出來幫他講話了 你曉得詹黃的態度嗎 剛剛敏寬一直在講態度 他說其實詹黃 在去年聖誕節的時候 他副武功管就已經拉傷 應該要休息六個月 坦白講休息六個月 就是接下來根本就 從去年聖誕節 就應該看不到LeBron James了 可是一個半月之後 我在2月1號 他跟快庭的那場比賽 我就看到他啦 不是說應該要休息半年嗎 他才休息六個禮拜 就復出了 而且還贏了快庭三分 那一場他還拿了準大三元 14個籃板24分 然後9助攻 你一個人嚴重拉傷 怎麼你一復出 就可以馬上這樣的 拖命演出態度 好啦 再講第二個態度 結果後來3月23號 他跟籃王比 結果他輸了無緣季後賽 無緣季後賽 那你就去休息嘛 你畢竟是大一哥 NBA的明星球員 他也不休息 他跟他的這個教練講 說教練 接下來的比賽 坦白講 我們跟季後賽 已經完全沒關係了 但我還是希望能夠打 打完 不要讓我休息 畢竟我未來五個月 也都沒比賽可以打了 他為什麼要這麼做 他都已經富可敵國 他為什麼這麼做 還是那兩個字態度 好 這其實態度很重要 態度會展現在 他們的一個產品上面 那麼蘋果他必須 一定要每一季 每一季他都推出一個新的東西 新的產品出來 那麼這一個新的產品 可以增加這個產品的年輕度 以及跟上潮流的一個潮流度 那麼其實他直接做這個TV的話 Plus的話 其實最重要的 其實他就是可以跟著市場上面走 比如說我跟Steven-Steven-Steven 他拍了任何的片子 我可以直接在我的網路上面 我的TV上面直接播出 好 那那個OPRA的脫口秀 那可不可以 可以啊 也可以直接放到這邊 那麼他就可以增加了 市場的一個互動性了 這是蘋果他打的是一個 非常精細的一個算盤 剛才中博我談論到說 蘋果賣的是什麼 是態度不是新服務 那我們去看影音匯流當中的一個 新的一個所謂的一個戰國時代 先跟各位報告 我說從裡面去看數字你就知道 庫克跟整個經營團隊 他們其實他們知道 他們在打的戰場是什麼 我們先來看幾個數字 目前全世界最大的是誰呢 各位騰訊 騰訊目前的收費增值的一個 服務的一個賬戶有1億6千萬人 有1億6千萬人 目前整個視頻訂購戶 高達8千9百萬戶 所以他的收入是3126億人民幣 先跟各位報告 這邊已經超過台幣1兆了 已經超過台幣1兆了 但是他的視頻的訂購戶 其實並不多 對 很多是看不用錢的 佔比並不多 很多看不用錢的 好 這一邊是看不用錢的 那我們再看一個愛奇異 愛奇異真的是在做影音的 那會員數呢 他只有8740萬戶 因為他只有華人市場 他只有華人市場 他現在公的 因為愛奇異播的都是華片 他自必只有華人會看 那我們現在來看的話 就是賺錢的部分的話 賺比較多的是什麼 是Netflix Netflix全球的會員有1億4千8百萬人 付費的有1.39億 就是基本上都要付錢 才能夠看 這個是Netflix 亞馬遜的部分的話 現在的Prime Video 他有1億人 請各位注意 重點來了 這個會被 這個會進到了 Apple裡面 TV Plus 可是現在來 請各位注意 目前整個蘋果 他有一個 非常大的一個用戶群 叫做果粉 這個果粉目前有多少人呢 這個果粉目前有2.7億人 有2億7千萬人 而這2億7千萬人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數字 要提供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這2億7千萬人 他們在美國 在英國 在歐洲 在澳洲 在紐西蘭 慶雪 這些都是高收入地方 那高收入地方的一個過程當中 過去Netflix曾經收割過 騰訊曾經收割過 他們的經驗告訴他們什麼呢 當我把我的會員 轉型到所謂的一個 收費會員的過程當中 因為有轉換率 要看看有多少的轉換率 先跟各位報告 因為你已經長期使用了 所以你就怎麼樣 你就對他 就西中的嘛 你就對他就是說 因為這個系統我用得很習慣 六成會轉 慶雪 六成會轉當中的話 這個數字就出來了 他2.7億人 六成跑出來 整個蘋果的Apple TV 他會瞬間成為整個影音匯流的霸主 好 這裡面的話 其實講究的是一個內容 那麼蘋果也在充實 他自己本身硬體的一個內容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蘋果不但吃了這個硬體裡面 另外還有一部分的話 要做出軟體 這軟體跟硬體之間 怎麼樣把它做結合 成為最大的一個經濟規模 但是這軟體裡面 到底能不能成功 還是一個大問號 畢竟它是一個燒錢的事業 所以我們看到 昨天蘋果在這個新機 也不能講新機 新產品發表會之後 幸福來告訴我們大家 照道理講 蘋果充滿著願景的 這個經濟的一個引擎 在帶動之下的話 蘋果的股價應該照道理講要反映 我想有兩個主要原因 第一個就是說 上禮拜 這個全球股市 無預警突然 因為什麼殖利率倒掛 開始出現一個比較大的回答 那到昨天為止 其實美股 基本上也還是在反映 上禮拜五的賣壓 所以其實它是第一個原因 因為其實蘋果這一波 從低點這邊大概是142塊 反彈到接近200塊的過程裡面 其實它大概漲了快60塊錢 漲了快60塊錢 那如果你用比例來換算的話 其實它這一波的反彈幅度 大概也超過了三成 所以短線上它也 彈了蠻大的一波 這是第一個 那再來第二個 就是我們剛剛提到 就是說它現在 漸線量出來了 但是它就像說 它手上有這麼多的 影星 這麼知名的導演 甚至包括像OPPO 這個收視非常高的主持人 在幫它加持 可是重點是 你的東西到底 何年何月才會看到 雖然說我確實 可能跟這些大咖籤的一些 未來你的新節目 你的新電影可能 首先在我這個Apple TV上亮相 但是目前好像是什麼 我們常常講指紋樓梯響 但是人都還沒下來 什麼時候下來還不知道 所以我想這也是個原因之一 那我們回來講這一塊 這兩年除了影音串流之外 其實中國它的影視的發展 也是非常的快速 像我這邊幫大家找了去年 就是2018年 中國他們的所謂電影銷售量 電影的所謂排名 你可以發現其實裡面當然 就是華人片也有 然後當然也有一些是好萊塢片 比如說像復仇者聯盟 或者說像海王 海王可能大家覺得 什麼東西 但是實際上台灣把它翻譯做 叫水行俠 所以其實它也賣得非常好 擠入了前10名 那這些片子裡面其實 它這些業績 全部加總起來的話 其實數字是非常驚人 是超過了 這是億 億十億百億 六百億人民幣 六百億人民幣 當然你去把它乘以四或乘以五的話 其實這種中國大陸的 這個票房的市場高達 大概兩千四到兩千 兩千四到大概接近三千億的 這個新台幣 其實它的這個所謂 這個商機是非常的一個龐大 那我今天來跟大家介紹就是說 現在我們先看到 蘋果為什麼要搶金 因為它一定看到就是說 我在硬體的銷售上 已經開始遭遇到了一個瓶頸之後 我要去找一個新的藍海 就像當年2008、2009年 賈伯斯呢 他還認為說 我們電腦搞了半天 大概再怎麼賣就是這樣子的 所以呢 他想了很久 橫空出師了我們的iPhone 然後呢 這十年改變了全人類的一個生活 智慧型手機一出來之後 改變了全人類的生活 那當然 現在呢 蘋果在做的有點類似這樣 可是它不是先行者 它是看到了別人 譬如說像Netflix 像騰訊成功的經驗 它開始要來做這個切入 那我今天來跟大家介紹一家公司 它就是在這樣子的一個風氣之下 它可能會搶佔先機的一家公司 這家公司呢 是叫VHQ 那代碼是4803 那這張圖呢 是我從它的官網上裡面 所摘錄下來的 那這邊呢 它是告訴我們說 因為它主要做的是所謂電影裡面的 後製一些特效的部分 那我們知道呢 這裡面其實現在譬如說像很多的這個 所謂大片 災難片啊 或者說像很多 像這個所謂古裝的一些所謂奇幻片啊 其實裡面有非常非常多的 這個需要後製的飲料 那這個就是VHQ在做的 譬如說 像這邊 有一個 可能大家都看過的 不管是電視劇還是影集 叫做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我想可能家裡有女性朋友 不管是你的媽媽啦 老婆啦 姐姐妹妹 其實當初這個劇在演的時候 是非常瘋狂的 那當然他這個幫他做後製是電影版的 不是電視版楊命演的那個版本 他幫他後製 這是電影版的 對 這是電影版的 對對對 那大家比較常 習以為常的是 楊命那個電視劇的版本 不過他是幫他電影版的來做特效 但是林寧總統加起來 還有包括呢 其實像小時代 這個演了好幾集 其實在中國大陸也非常非常的紅 對 非常非常的紅 那這個劇的話 其實也算是 從第一集到後面二三集 其實都蠻好看的 所以他大部分接的是 華語片裡面的電影的特效 如果今天只有華語片的話 我覺得 我今天講這兩個股 大概就氣虛了一半 但是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各位可以上網去查 VHQ剛剛在今年的年初 他有一個新聞 它是什麼 跟Netflix正式的結盟 要來做一個所謂影片 因為其實我們知道 好萊塢的特效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厲害 所以他不是只有做 這個華語片 還包含打進去Netflix 但是他的股價從81.2 現在已經漲到了 像159了 對 因為其實去年 他的這個狀況 稍微是有一點雜音 那股價剛好去年 在第四季的時候 也知道全球股市都表現不好 所以他其實還跌得蠻深的 不過呢 從今年開始 就我們剛剛講的 他元月份跟Netflix 有開始進行一個所謂合作的計畫 然後呢 在二月份的時候呢 我們知道其實二月份有過年嘛 對 但是他二月份營收居然創歷史新高 代表呢 其實這家公司來說的話 不管在華人世界的這些電視啦 影集啦 電影等等 甚至未來跟Netflix在做合作的話 我覺得啦 當然就他股下的這個長線來看的話 我覺得隨著影音串流這個部分 越來越多的話 只要能用到相關的這些特效的話 其實VHQ目前在華人的部分 或是在西方世界 Netflix結盟這麼大咖的一個 影音串流的霸主之後 我覺得他未來的表現 應該是值得我們特別去觀察的 市場上面看的是有沒有話題性 那麼蘋果這一次這個推出的TV Plus 它其實就具有很深的話題性 包含了這些名人的一個加持 其實不是只有Apple TV 或者是Apple產品會出現這種狀況 包含了Nike Nike最近或者是Edita 他們這些很有名的一個品牌的話 他們都希望能夠跟得上潮流 以及跟得上年輕人的一個腳步 所以他們積極會跟這些潮流的品牌 來做一些聯名 聯層 那他們叫做聯層 聯層就是希望能夠帶動 他們整個的一個產品的 一個產品發展線 希望它能夠更長久一點 然後增加市場上面的一個話題性 但是我們要來看一下 台股裡面的三朵花 來 花王 花仙子 以及美無皇 這三個花一聽起來的話 就是那個高超時代的對不對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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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大概50年代 40年代 雲心花露水那些的資格 那更久了是不是 對 那可能是貪婪花那一個年代 好 來 這個三朵花 今年這個 2018年表現以來的話 給各位看一下 2018年以來花王漲了140% 花仙子 2018年以來漲了73.6% 美無華 比較可惜一點 2018年只跌掉了8.4% 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台股這三朵花 到底出現了哪一些產品 像花王 花王最近的一個 有哪一些產品是花王的 洗髮精 磨樹林 然後呢 還有卸妝油 好 那花仙子呢 這個很有名 這個海神託 那好神託也是他的 然後呢 另外呢 還有客草林 另外呢 還有花仙子衣物芳香袋 美無華呢 這一個566小蒼藍香水洗髮精 聽說這個香水洗髮精 前不久賣翻天 好 另外呢 還有一個美無華的一個染髮劑 還有一個沐浴乳 這幾檔的一個產品的話 其實都是這三朵花裡面 非常知名的 那這一個三朵花裡面的話 其實你可以看得到 其實他們的產品 不斷不斷的一個推出 然後有一些東西呢 其實是他們不敗的一個商品 但是除了不敗商品之外 他們必須要找到 更新的一個產品出來 來 這裡面呢 我們要帶各位來看一下 好好來研究一下這一家公司 那我們請高超帶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先給各位看一個 這個狀況 來 黑松沙士 大家都知道 他是民國39年的時候上市的 但是呢 沒有想到呢 上市沒有多久以後呢 哇 可口可樂呢 從海外要打進來了 民國57年的時候進來台灣 那麼可口可樂在其他國家裡面 是把各個國家裡面的飲料產業 打得一片狼藉 除了可口可樂之外 還有一個百事可樂 百事可樂是民國59年的時候 進來台灣的 這兩家全部都是國際大品牌 一進來以後糟糕了 黑松沙士照道理講的話 應該沒有生存的餘地 但是沒有想到黑松沙士 居然能夠這樣子屹立不搖 一夾子 來 高超告訴我們大家 清雪 我覺得你把這三個飲料擺在一起 基本上他就是什麼 負備受敵 是 人家是左右逢源 那是國際大廠 所以這個形成這張圖片告訴你 土洋大戰 飲料市場曾經有發生過土洋大戰 在這個土洋大戰我們看背景 剛剛清雪提到 這個是39年黑松 根本台都叫黑松 叫烏尼基丹 扣來很多人叫烏尼 為什麼 他最早 最本土的 好 39年成立 好 那你看這兩個是 可口可的百分之是 晚他18年 晚他20年 後輩嘛 可是你後輩竟然要吃到我們本土 他要進行一場什麼 民族工業的大復興 好 我們看過去有曾經發生過 很多不為人真的內幕 我們要講 39年上市到民國47年 整整12年 黑松沙士在台灣 老大 暫穩12年的基礎 好 當時民國47年的時候 發生的事情 黑松的創辦人張有聖 聽聞這棋也要進來 可口可樂進來 因為那時候是57年的時候 可是47年的時候就有聽說 他要攻城列立到台灣來 那張有聖就發覺說 可口可樂現在是在什麼 從美國的時候在日本 把日本打垮 結果張有聖就派人 跑到日本去看可口可樂 怎麼把可口可樂把日本打垮 好 派人去到日本的時候 發覺說 日本全部看的都是可口可樂 很少看到什麼 Kilin 飲料廠 朝日 結果只有Kilin朝日 其他全部全軍覆沒 好 派回來之後 張有聖黑松沙士就說 可口可樂進來趕出來 好 那我要怎麼樣 我要跟他找一個競爭品牌 就開始黑松研發 跟可口可樂可以抗爭的 可樂配方出來了 搭配方出來了 但是完蛋了 你不能叫可樂 因為什麼 因為在民國4千年到日本去的時候 46年的時候 可口可樂在台灣已經成立一家公司 叫做中美汽水廠 那是幹嘛的 沒有人知道 原來那時候駐軍 在台灣有美軍 那個廠是專門給美軍做飲料的 好 那這個美軍做飲料之後 那你就做你的飲料 不是 可口可樂這個汽水廠 自動偷偷偷的去台灣的經濟部 登記了一個名字 註冊一個名字叫可樂 COLA C-O-L-A 我註冊上票之後 你台灣所有的東西 都不能叫可樂 我喝起來 如果不叫可樂 所以我不能叫黑松可樂嗎 不能叫黑松可樂 因為可樂已經被他註冊掉了 我也不能叫黑松C-O-L-A 中美都被註冊了 中英文名 好 註冊說好 那這個張友盛就發覺 你可口可樂還沒進來 你只是一個前身 你就偷偷去給我 助那個所謂的商標權 然後張友盛就開始請員工 好 那沒關係 沒關係 我們今天不要講可樂 我們自己 一千塊 那時候台幣一千塊 月薪嘛 一千塊重賞 就員工 大家研發 結果員工出來 張友盛就起出一個名字 比較可樂 叫果露 天啊 果露 水果的果露 水的露 果露跟可樂 它名字很像 但是這個名字得到 可樂 可樂 果露這樣子 所以民國五十年 黑松竟然出了一次叫做 黑松果露 但是它是可樂 你又說怎麼辦 好 那這個時候 我們知道嗎 好 就談到這個過程裡面 這兩個就開始雲霄味了 那時候可樂可樂的前身 我們剛剛提到不是 這個中美汽水 中美汽水的時候 在民國五十三年 發生一件大事 在台灣註冊嘛 台灣這家公司 這個我們孤家 還有一個陳啟青 幾個工商業大佬 看到可樂可樂的商機 結果把中美汽水廠買下來 投資了 那這些工商大佬 孤政府進來說 幹嘛 他看好可樂可樂的 以後在台灣的市場 他要做獨佔嘛 好 一進來的時候 發覺說不對 好 很多人去抗議 你這個大佬去的時候 可是台灣的 從台北到台南到高雄 有130幾家地方的汽水廠 你孤政府大佬投資它 那我們這些怎麼樣 倒閉啦 因為這邊大軍壓境 那就130幾家汽水廠 就去跟政府來陳情 不要啦 不要 不能啦 不能啦 所以不能說好 經濟部說好 那你既然這樣的話 好 可樂 OK 我們避免這麼多倒閉 好 那乾脆就把可樂 之前那個商標權 COLA跟可樂 給它去掉 我轉你上市 你不能有專用 其他我也可以專用 我其他也可以做專用 好 就開始大家進來了 那進來的時候 發覺好 可樂可樂要進來的時候 他很臭屁喔 他講說 我大概幾年之內 要把台灣的市場 百分之八十比較多 打垮 那大家很多汽水廠 包括百事可樂 打垮啊 那百事可樂加可樂可樂 我們不去掛了嗎 那就根本不用做了 不用做了 好 那張有勝那時候 汽水工會的理事長 他就跟經濟部 李國鼎 直接到面會李國鼎 不可以 我是汽水工會的理事長 禁止他們開放進來 對 不准讓他們進來 不要讓他們進來 好 那李國鼎講說 你們怕什麼 其實李國鼎講說 這個開放它不是我的權言 上面交代 第二個 你們這些台灣的汽水廠 如果夾央的話 那就乾脆什麼 加入他們一起 什麼加入 原來可可樂可以加入 後來 入股嗎 入股 入股的方式 所以早期開放的時候 是可以入股到可口可樂 是本土可以入股可口可樂 因為你如果怕說它是 你就加入它的股權 好 那結果可口可樂 就做出一個Promise 好 我把這一家可口可樂 40%股權開放給汽水的同業 可樂的同業 20%開放給社會 那時候大家就想說 可以 竟然我沒有幫你為敵 我就要加入 我就 大家變成股兜 好 後來沒有人加入 只有黑松加入 那黑松加入變成40% 不是說一堆人跑去找李國鼎了嗎 但是大家就覺得 結果後來要加入的時候 加入沒有人敢加入 不是說他要把所有的機料 全部消滅掉 照道理講趕快加入 可是黑松太厲害 黑松就 我乾脆我加入好了 因為他那個時候 刺戰儀還不錯 加入之後 就加入完之後 結果可可樂可樂 廠蓋在哪裡 汽紙的張樹彎 結果他的機器 竟然從菲律賓 馬尼拉進口的 舊機器進來 舊機器 那設備也不是很好 好 那黑松不是變成股東40%嗎 就第一年去開股東大會 開開開開 跟可可樂的大家開開開 開完之後 只有兩分鐘 可可樂表示說 今年大家虧損 沒事了 請散會 股東大會就結束了 好 那經過第二年 黑松不是投資嗎 一樣是40% 再去開股東大會 一樣大家說 可可樂的老闆 可可樂的背後台 我們今天虧損 兩分鐘 第二次股東會也結束了 還是虧損 結束了 後來黑松才發覺說 不對啦 我投資他並沒有什麼 太大的什麼利潤 乾脆後來什麼 他就賣給 他的股錢4%賣給香港 太股集團 好 那這段是一個 不為人知的秘密 好 那所以不為人知的秘密的時候 我們特別講說 土洋大戰回到主題 黑松是怎麼 後來是在試占歷史的 事實上他參與他股權 但是他什麼 他自己在市面上 他有30%的試占歷 這裡面又有秘密 為什麼秘密 因為黑松 第一個靠三個點 贏的打贏可可可樂 第一個就是靠技術 紀學你知道嗎 那黑松那時候不是在 他有去到日本去探訪 那個可可可樂 他竟然 因為他進了很多次 米津比西的重工的 自動化設備 所以他透過米津比西 透過把員工進駐到日本去 偷偷的去看 日本人家可可可樂怎麼做 然後這些員工是穿什麼 穿那個所謂的可可可的衣服 然後進去到日本的廠 瞭解說他們營運瞭解 第二部分 他把包裝改了 黑松的系列裡面 不再用超收啊 什麼什麼 他改成木裝 有點學可可可樂 學可可樂的包裝 第二點 他找到一個明星 找到賴東銘 賴東銘以前是聯廣 以前是國外廣告的key man 怕他把他做什麼 一支電視影片 你看到現在大家知道 電視影片 我們過去談什麼 什麼那個 什麼威斯比啦 談那個 都是要一個很 所以像他年輕化了 年輕化 那是說台灣電視公司 更好民國五十年成立 然後那時候後來 我們看陸續 金城武 也有 張雨昇 我的未來不是夢嗎 是 這裡面也有他的唱的 可是黑松除了沙士之外 是不是周邊的一些 飲料的產品 他其實陸陸續續還是有推一些 所以最重要是我們最後講一個重點 是他的通路 黑松的通路你知道嗎 最遠到什麼 阿里山都有 你現在到飲料店 到阿里山可以買到黑松的東西 第二個他今天鋪貨 明天阿里山就有了 所以他的行銷通路是最榜 所以廣告行銷通路的技術 是他領先打敗可口可樂的 三大秘訣 好 他口味裡面的話 其實有一個獨在性 以及被養成的一個過程 那麼跟可口可樂一樣 可口可樂的話 你可以看到他在全球裡面的一個 這個廣告是不斷不斷的在更新當中 甚至跟上了年輕的一個腳步 另外我們給各位觀眾朋友看 就是最近傳出來 已經要收攤的 就是明星花露水 這明星花露水的話是老味道 可是這個老味道 又碰上了老行銷 又碰上了老廠 然後又沒有新產品 最後沒有想到消失在 歷史的舞台上面 好 這是我們看到的明星花露水 那麼是不是要進行一個 華麗的大轉生呢 好 還有城市的大轉生 我們看到就是這一個 江蘇的化工廠 在上個禮拜五 發生了化工廠的一個大爆炸 這個大爆炸看了以後 讓人非常的一個心慌 甚至這個大爆炸傳出來的話 罹難者恐怕不是只有數十人而已 很多的罹難者是瞬間的氣化了 中博到底怎麼回事 很遺憾的 這起意外的 目前的罹難人數呢 目前可能掌握的是78人 但是清學剛才也講了就是說 這個數字一直都不是很透明 像我們在台灣如果發生災難的話 會有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可是大陸這一次呢 他的這個 我們講的 津貼一爆 目前為止呢 很多的說法 莫衷一事 那有人就講啊 其實呢 領導人習近平他在歐洲訪問 他已經下達指示了 就是我們必須要加強的 輿情的引導 可是為什麼江蘇 現在這個 響水線這邊 還有 他的上頭 包括延城市 這一路下來的這些 他們登地的領導 為什麼會把消息封鎖的 這樣子這麼不透明 我們先來看看 當初意外在爆炸發生之後 結果呢 因為他的這個爆炸的威力很大 相當於TNT 黃色炸藥的爆炸當量 大概有接近30噸左右 好 那也有人講說 雖然後來他的這個爆炸的 相當於地震的這個震度 有往下調整 就是說他們當時地震才測到 本來是三級嘛 後來大概是2.2級 那大概也有幾噸TNT 爆炸當量的這樣的一個威力 這樣的威力之下 我們先來看看 你看爆炸之後 現場出現了一個坑 這個坑他的直徑就相當 漁差不多有100公尺 那深度目前還不可測 這跟2015年天津的大爆炸 讓我們想起來 當時的坑大概有60公尺直徑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一個是2015年天津的大爆炸 它一樣是一個化學除油槽 那麼大爆炸爆炸完以後 直徑是60公尺 深度是6公尺 那麼2019年也就是這一次的 江蘇的鹽水大爆炸 這個鹽水大爆炸一炸下來的話 本來記者不趕過去 因為管控非常的嚴格 甚至有人記者的話 直接用這個空拍機下去拍 一拍的話不得了 這個深度的話 不知道多少 直徑超過了百米 那契學 很清楚的 那這次的江蘇天嘉儀化工廠的爆炸 比當初2015年天津的爆炸威力 還要大嘛 好 你講到記者採訪 又講到了無人機空拍 這就讓我們想到說 為什麼現在很多人認為 你這一次江蘇省委書記 包括江蘇的省長 你們真的該下台了 當然 鹽城 響水更不用說 因為他們發現 你既然上頭已經交代說 你要加強輿情引導 可是現在資訊新聞卻這麼不透明 比方說你講的這個無人機拍攝 現場記者就爆料 說竟然出現 有這個人出動了無人機干擾器 讓你的無人機沒辦法起飛 沒辦法拍 所以記者的無人機飛上去以後 就被干擾了 你知道其實他們就有媒體在講 就是說其實在十幾年前 響水就有前科累累 響水他們當初也有一家化工廠也是爆炸 結果那時候記者去採訪 兩個都是大報跟大電視台 兩個記者 一個記者就講說 他被當初的宣傳部 既然派人來說 要嘛你就收錢 要嘛我就找美社來陪你 要嘛我就暴力威脅你 要嘛我就軟禁你 就是不准記者進去採訪 對這是一個大報的記者爆料的 那還有一個大電視台的記者也講 對不起 大的通訊社的記者也講 他說當時他也是被宣傳部派人全程跟監 然後跟他講說你要去哪裡我要跟著你 後來他哪也不能去 然後也是要派這個美女來給他按摩 你就知道響水當初十幾年前搞這套 你十幾年後你還在搞這套 你添加儀化工廠這幾年來 其實就前科累累 包括你這個董事長被判刑 然後你的這個公安 是不是現在也被他們大陸的媒體講 說你就是走刑事 你就是走過場嘛 好那慶學死亡人數 你要去想死亡親屬家屬 他們看到自己現在連罹難者的這個 我們講的 石塊都找不到 到底去哪了 有人就講企劃 來你說的企劃 消防救援總隊的參謀長 我是引用對愛 江蘇消防救援總隊的這個參謀長陸軍 他說 他說當時可能有很多人已經瞬間被企劃 所謂企劃就是指 這是一種 不是指我們物理上面所說的真的氣體化 因為人不會變成氣體 他其實是一種形容 就是說你整個人灰飛湮滅的意思 你看像當初廣島原子彈爆炸的時候 你會發現有一些在歷史上面 看到有些人 他整個人不見 可是他原地卻留下一些黑影 當然有人講說這個照片 到底是真實講不知道 可是氣化就是這種感覺 你去想像 當罹難者他在很接近爆炸的現場 爆炸的威力 還有爆炸的溫度 都有可能讓他頓時灰飛湮滅 就算他整個人被燒到只剩骨頭 可是骨頭在衝擊波一衝的情況下 也有可能會碎 會散掉 會散掉 就好像骨灰一樣 好 那慶雪我再來講 你知道其實呢 很多人把這次跟天津大爆炸 來做一個比較 除了在人 我們講的就是說 人謀不髒的情況下 因為很多人就講 這次江蘇絕對不是天災 是人禍嘛 你講到人謀不髒 我首先來說 你有沒有發現 好巧喔 每一次只要對岸的這個 我們講的領導人不在 就會出事情 像是天津大爆炸對不對 天津大爆炸那一次的話 那個習近平好像是去參加 北戴河會議在火車上面 對 一離開的時候就發生了大爆炸 還有疫苗 假疫苗的事件 他剛好出國去訪問 然後發生了假疫苗事件 當時還有傳言就是說 他很有可能會緊急趕回去 那麼這一次的話 江蘇的一個這個 這個響水大爆炸 那時候當下的時候 其實習近平是正在 飛往歐洲的飛機上面 對 好 那當然這當然是一個巧合 怎麼會那麼巧啊 對 這是一個巧合 可是怎麼那麼巧 我再講一個 這就不是巧合了 就是七上蠻下 你今天習近平他也交代了說 你救人第一 然後你要維持社會的安穩 此外就是加強輿情的引導 對不對 好 可是你去看看 這一次他們最重要的 我們講就是大陸其實有個部門 就是安監的 我們講公共安全的監測的一個單位 他們現在已經改名叫做應急部 你知道應急部部長 從頭到尾都神隱耶 這回都看不到應急部部長 你是中央的耶 那你怎麼都不來應急呢 有人就講應急部部長 可能現在已經出事了 你知道我看那個影片 那影片拍攝者 當場拍到的畫面是大爆炸的畫面 可是隔了5秒6秒左右的話 突然之間他的震波震過來的時候 玻璃才碎掉 對 所以是在那個當下 你看那個距離有多遠 那個距離搞不好都快要一公里遠以外的地方 那這種衝擊波 還有溫度都很可怕 一個震嘛 一個烏溫嘛 好 但是現在畫面是不是不多 都資訊不是很公開 很多人就把天津大爆炸來做比較 你看我現在看板上的這個圖 這個圖 這邊是不是很多車子 然後他 因為鐵沒那麼容易融化嘛 可是旁邊你看看 這個好像那個魔鬼終結者電影裡頭 那個席人有沒有 會變來變去 這是什麼 原來這是鋁圈 因為他是鋁合金嘛 對不對 他這邊很多有些都融化 高溫融化之後變成這樣 我用天津爆炸 當時目擊者拍攝的照片 讓你去想像江蘇這次的大爆炸 你就知道為何人家說他的威力 坑都比他大 還有現場的這個離賴人數 一定也相當的多 為什麼要特別提到江蘇大爆炸 告訴各位 三省一市養全中國 這三省其中的一省 就是江蘇省 休息一下廣告之後 馬上告訴你 好 我們剛剛有特別提到 三省一市養中國 其中的三省的話 其中有一個省就是江蘇省 但是江蘇裡面 它的一個GDP的增長 在全中國裡面 可以算是前三名的 所以代表著就是 江蘇的經濟地位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為什麼要說是驚天一爆 因為它爆掉了江蘇的公安 爆掉了江蘇的經濟 清雪還記不記得 我們前陣子觀眾朋友還記得嗎 鹽城三個人裡面 有一個人是在KIA 對 那你就會發現 連KIA都在那邊設 它三間的大的汽車廠 你一間你要停工 就已經引起全中國大陸的討論 說怎麼會什麼的 你知道鹽城的經濟 在對江蘇來說有多重要 而江蘇對中國大陸的經濟 有多重要 來看一下 廣東當然它目前GDP 是排名中國大陸的第一 是九兆俱樂部 顧名思義就是 它的全省GDP佔九兆多 好 那江蘇是第二 而且它也是九兆俱樂部 九兆這邊跟廣東這邊 已經不相上下了 而且它都是比上一年 都在連年增長 全中國的經濟成長率 大概是在6.2左右 那它們都已經到了6.7了 6.7 比全平均數還要再高 它一個省的GDP 就超越了澳洲 或者俄羅斯 或者西班牙 一個省 應該講說 就相等於一個國家了 跟這些國家比就是富可敵國的意思 好 我們來看看江蘇有多重要 如果是以它以前船第一產業來講 是農林漁木大概在5% 那工業跟介竹業就是我們所說的 第二產業加起來大概是40幾% 那是剩下的呢 就是第三產業 什麼意思呢 江蘇一直在進步囉 它已經從1 2 現在第三產業 逐漸要取代過去的一些傳產 今天你江蘇這麼一爆炸 再回去看到當初的天津這些 你會發現 江蘇它怎麼都沒有記取教訓 因為父母的清潔 如果是看到你 是下一個名的 便利 稍等到一遍 那麼 gradually 雙游 雙游